嘿嘿 假如这个传送门可以把我们带到老版本你想对 嘿 现在你们看到的炉子叫熔炎炉 哎 这是五年以上老玩家的回忆呀 我还记得这个炉子 如果你记得扣个一 在以前它是集合了三种功能 做饭 烤肉 做装备 并且它的制作方法也很简单 伙伴们 这个炉子你们还记得吗 哎 这个床 伙伴们它被删除才几个月呀 这个大家肯定都记得 在最新的版本中它变成了睡袋 特别丑 而老版本这个样子特别可爱呀 伙伴们 如果你们还是记得这个床 为床点个赞好吗 其实它的名字并不叫床 而是叫舒适的床 伙伴们 你们是不是才知道这个秘密呀 现在你们看到的是一个我们经常不用的道具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它的名字了吧 但是它在生存中特别有用 玩生存的伙伴都知道它的名字 它的名字叫浮摩香 伙伴们 这个道具在最新的版本中也消失了呀 它被删除的时间比较长 好像已经五年了 伙伴们 你们还记得浮摩香吗 现在你们看到的第四个道具 它的名字叫修理台 它的功能就是 我们装备的耐久不够了 我们可以用它来修理我们的装备 这个道具好像也消失了呀 再见了 修理台 假如给你一个传送伴伙伴们 你最想干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呀 你想去老板们哪里呀 世界正在 世界正在 世界正在